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到我講人講事的時候 錄製的時間是8月23日 因為逢星期四我就比較忙 星期五播出啦 8月25日播出 都是要跟大家聊聊合污水的問題 因為合污水的問題 在24日 就要排放了 如果天氣好,或諸如此類沒什麼 大件事的時候 我作為香港人非常不滿 所以今晚跟大家聊聊 有A君和Sky A君Sky你好 怎樣看這件事 A君 先講講事件 日本政府那邊 又要排核污水 下去海 我們鄉島政府就做事了 已經禁止了 東京福島千葉 支城 麗木 群馬 公城 新舍 長野 旗獄等等 十個刀和圓的水產 進入香港 這個手工範圍包括了福島 和元朗的一些刀圓 這個純粹是風險管理 部分食物正在運送 或者加工途中 我們都要確保 進口食物 一定要安全 同時特區政府 會加強對日本進口食物 做輻射檢測 達到多重保障 即是說你說是就是 我都要檢驗先 這樣 日本那邊就說 地上已經累積到134萬噸水 有多少呢 我看完之後真的火都來了 你知道它說體積是多少 134萬噸水 原來只是500個 這個奧林匹克標準游泳池這麼小 500個而已 有多少 所以 因爲 因爲這樣 噴水下海 經常都說那句 你說安全就自己用 你無權逼其他國家一起售 你在你自己的主權範圍裡面 我告訴你 不過 你要逼全世界 去承受不必要的風險 而甚至乎 當其他國家 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你竟然是沒有機制 停止這件事的 而我們亦都沒有份 去參與這個監察的過程 這件事是完全白癡 荒謬 不知所謂 交換給大家 完全是不負責任 Sky 是的 很離譜 還有我們也都見到 有些人評價 覺得 這件事好像 是不是反華呢 其實 又走美國路線 其實這件事 美國就表面上 好像 不要出聲 其實暗秘裡 我覺得它非常支持的 但是目的 我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總之一定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 還有我看到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還說大力推銷 他說自己在推特那裡表示 感謝日本排放 決定的透明性 而做出的努力 就是聽到 這是重火 原來 美國要說到 我們還要反感謝 日本人 因為它夠透明 告訴大家 我什麼時候 倒下去 其他國家可能不告訴你 你覺得這樣 那我們就要感謝它 說這些真是 我是老鼻才說出口的 我想全世界都說不出口的 其次就是 我看到很多 我覺得很奇怪 很多國家不出聲 其實 大家都有聽聞 A軍事前 開咪前的黨 240人去到中國 我想問其他國家 多少人去到呢 是不是完全不關大家的事呢 所以這次這件事 除了譴責它之外 我看到今天很多團體出來說 都說他們這樣很離譜 其實 有些人都說 你是不是全部禁止了 A軍事前所 某些地方 但是我都認為 警府都說 我要繼續監察 不是只有這些地方 其他地方 如果收到什麼消息的問題 都會即時要處理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只不過是 實際是生氣 完全是罔顧了 就是國際所有人 要包含自己的國民 真的很可恥 這個人 這個 交給大家很生氣 我看回澳門和香港的處理手法 都是一樣的 都是由8月24日起 禁止進口園至福島園 千葉園 力木園 慈城園 群馬園 公城園 新舍園 長野園 棋育園 東京都 共10個都園區的鮮活食品 還有動物圓性的食品 海鹽和海藻 包括蔬菜水果奶及奶製品 水產和水產製品 肉類及其製品 琴蛋等 差不多是全面性禁止了 幾乎 但是日本人 老實說 絕對 百分之二百信不過 之前有一個說法 其實我聽到 我都覺得 呆了 其實我們每個月 只是把 核污水的排放 放一滴 一滴 一滴核污水 那滴是多大呢? 一滴眼藥水 這麼多的核污水 每日 每個月 還是每一天 這個數字 我看起來 我覺得 非常之 特別 一滴 好像不是很多 那你排放三十年 那三十年 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如果再產生 你就再長一點 對吧? 就是你想形成一種習慣 就是說 每天 每天都有這樣 放下來 其實沒什麼 那這些 核污水 其實對人類 沒什麼太大的傷害 在你習慣了 就算 所以 我們看到 點新聞都說 核污水 若如眼若水 日方 何不鮮乾一杯 嘩 這段說得很好 其實7月27日 就是這樣寫的 還有現在 不斷在洗白 在說這些 核污水 我就很不滿 我看到 香港01的一篇文章 就說 這些污水 連核字也不免用 這些是值得譴責的 這些明明是核污水 麻煩你先解釋清楚 什麼叫做核廢水 以及核污水 核污水的原因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這些核污水 其實有什麼問題 就是不要一直跟我們說 有什麼村啊 那些 其實還有其他的 那些核污染的物質 你有沒有計算下去 現在大家好像把Focus放在村裡 我覺得有點奇怪 你就這樣說的時候 好像其他東西都已經搞定 但是老實實說 其他東西 是不會搞定的 對不對 那這件事其實是 很離譜 他說 福島核電廠 儲存的 一千江核污水 污水裡含穿的內浴 含量 相等於一支眼藥水 排放30年 所以每個月 太平洋只排放一滴 每個月 一滴眼藥水 不會對人類和環境構成影響 那我就想問 如果是 我們看新聞說 有位作者說 如果是一個月一滴眼藥水 日本為什麼需要大廢州將 排出大海呢 而不拿珍貴的水資源自用呢 在此 不者想送一句 日本人常用的話給日方 就是幾所不辱 物施於人 這裏說的 不是十個八個 而是超過十億個人 誰知道十億 全世界有八百億人 七十億 全世界有七十億人 全世界有八十億 接近八十億 就是這樣 總之就 說了些細緻數字 不說 總之說了 你影響全世界 大哥 你現在這麼不負責任 跟老美一樣 這麼不負責任 怎麼相信你 一如霸馬日課 好說完 交給你 A君 最後一件事 A君 又不是好心人 我最喜歡用小人之心 讀小人之福 為什麼老美 會這樣讓日本去 補輻射水呢 A君心地不好 換句話 日本要留下這些 的輻射物品 不一次過摧毀它 好像切二諾貝爾電廠 很容易 弄了一些 不知道多少赤口的紅毛 來碎屎 困著反應堆 就搞定了 還有 為什麼不是這樣做 很簡單 因為那些所謂核廢料 根本就有超過七成 甚至有些部分是九成 以上的 是未燃點過的 所謂核廢料 其實是九成 有些是七成真 的一些的核材料 那些核材料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做核化版 是的 記住 日本之所以那次311地震 這麼不堪一擊地塌 是因為它在用上個世紀 六七十年代的科技 而它為什麼還要用上個世紀 六七十年代的科技呢 因為那類的科技 是可以留下大量的核材料 是的 每一顆的核材料棒 只用得一至三成 那些核材料可以做什麼 核彈 核彈板 換一句說話 其實老美是 免許日本留下核彈板的材料 在它認為控制不了的時候 或者抵擋不了亞洲的強國崛起的時候 就找日本去跟它們硬撼 而戰場都是在西太平洋而已 在老美眼中 第二天硬撼的都是污染 現在出來的都是污染 我就保留這個權力在這裡 第二天硬撼的時候就是你們的事 我是這麼想你的 美國佬 交給大家 這個完全同意 Sky 我也有這麼想的 其實我也有這麼想的 說真的 你看到表面這個時機 完全是不合理的 其實背後的原因 總有原因的 歧視美國這麼支持它 當然是有好處 不是為何會這樣做 還有那些 親老美的國家是不出聲的 大家都 很奇怪的 那些事情 我經常都以為 被人感覺到 日本貨好像只是在亞洲有事 這個東西 已經令人覺得很懷疑 你說沒有陰謀在這裡 我不相信 其實如果我想起 日本人都 戶戰期間 吃了一個大的蛋 他們都受輻射危害了幾多 但是沒有想過 今時今日 你們自己都出敗了自己人 如果你真的講到這麼好 就直接留下來自己享受 不會給任何人 看到這些事情就很生氣了 其次也看到 原來有些黃人 整天說完這些事情 很低能的 他們就說 如果人們飛去日本 回來 用不需要接受核輻射檢測 那我覺得 如果是你們這幫人 我覺得 什麼檢測我們都要做 又說我們香港 有問題 香港現在就不行了 因為這件事 接下來 他說 終於有東西可以 賭國走私去香港 香港這麼進口 大陸開放去日本 你說這個 其實在說什麼呢 說來說去 不是人是想攻擊我們 國家 所有事情 又說我們 這樣就行了 可以走私了 不用用其他貨品 無謀 無謀 雜有自私 這幫人很歧視 是否你們沒有份 如果是 恭喜你 希望你也沒有份 交給他 這個情況 我覺得 對著這幫人 我只想起 你先說 你先說 不要緊 請說 唯爐取暖 不用腦 應該是一樣化碳 中毒 交給我 第一件事 他們好像不知道整個實際情況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曾經 沒有常識 到你有一天 發現了 原來自己 就不知為什麼 身上有些腫瘤 或者異變 就有遺傳病 你就知道問題有多嚴重 或者根本不知道 我自己又不吃衣 又不喝酒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有這麼特別的事情 我身上也發生了 哦 原來你經常吃日本食品 日本食品很高級 差一句 叫他搞清楚 核污水和核廢水的分別 這個當然啦 這個是需要的 我們看到這件事 其實 我們所有 有知識的人 都知道 這是科學的驗證 還有 大家知道 遠離核輻射 輻射是 沒有味 沒有色 但是它是有輻射 你是檢查到的 你完全是感覺不到的 還有 你在開頭那段時間 那些近距離接觸的話 你是沒事的 你只是沒事的 你只是皮膚有些灼傷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影片 和資料的顯示 我們都知道 如果當你過了一段時間 你的細胞是會 溶化了 你的DNA會斷開了 你的整個身體就會溶化了 你說多可怕 你沒事的 那你可以說 這麼久才發生 可能跟那個人沒問題 不是很久 只是幾個星期而已 你說 你這樣接觸它 你現在有長期性 就好像一件事 就是把它變成慢性 慢慢地侵蝕你身體 你會覺得好像是沒事的 如果說真的 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 它將這件事 將核污水 扔到海洋裡 我們都要強烈譴責 無論任何國家 這個是必須的 是不是 還有它是 在大家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逼整個環境 去做一個核實驗 你現在是把核污水 弄到全世界的食物鏈那裡 在我們的海洋那裡 而那些半需期 可以用數以萬年去計 影響的不是當代的80億人 而是往後幾萬年的人類 以致是生物 這個實驗你沒有問過我 也都沒有我的同意去做的 也都沒有世界的同意去做的 只有你和美國唯威唯而已 我已經撇除了什麼主權等等的因素 現在是用數以萬年的時間的人類 以致全地球生物的去做賭注 你憑什麼拿這個去賭 交給大家 是的 有時候覺得很生氣 你可以代表我嗎 為什麼要強迫我呢 其實這件事是強迫的 還有一些壞人說 其實周圍都有洩漏的 最重要是驗一下我們香港的大雅灣 和台山那個 用一下腦袋 每天香港都驗著大雅灣的 死仔 但是很低能就不要亂了 真的忍邊旺就發狂 是啊 我今天看到還有一些記者問 哎呀 如果動的海產不行 那如果那條鹹魚曬乾了呢 有些魷魚就好像燙了 然後會燒就會爆 運過來 其實我們都搭得挺好的 其實這些都是會限制的 雖然他說 除非你做到很小很小的一顆魚 混合其他成分 那個魚的成分是佔最少的 這樣就OK 那說真的 你們問這個問題 其實是不是想 轉而試試呢 你覺得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其實是回答你的 大家觀眾聽聽 是有問題的 那有些人就說 我手帶回來的 那怎麼辦 我走水貨的 走水貨 為什麼 都是犯法的 還沒完碎的 說真的你大量混進來的話 去到 那當然要用一部機去檢查 你的核福射反應 其實我們有些機器可以檢查到的 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你眼睛看 講到我們這些這麼低能 其實只不過是他們低能 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 我遺憾不改 其實可以去看一看 切爾諾貝爾 那一部關於核權廠洩漏的整個過程 還有當中發生的事 分幾集的六集 是一套我看完的 就是那個恐怖程度 大家要明白 就知道為什麼 其實在這件事裡面 拍出來 因為為什麼會洩漏呢 原來裡面 真是有很多人為的錯誤操作 而是傾上門下 每一個部門就瞞著這個 瞞著這個再瞞著這個 等到最後 只是一些高層人士 可以立刻搭著升機走 其餘呢 所有的低級也好 在那裡工作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走不掉的 這件事很殘忍 不要說不關大家的事 大家現在看一下 切爾諾貝爾的地方 還是濃度是超高的 是一個人間的死城或者鬼城 那你是不是想讓大家變成這樣 不懂的 麻煩就看一下資料 或者看一下電影 Skyer 我還想給多個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好啊 麻煩大家上網看一看 比堅尼島 看一看老美在那裡做的核事 帶來當地的災禍有多大 現在比堅尼島的石棺 包圍著那些核廢料的石棺 已經開始出現問題 有下塔和破裂的危機 你只要看回比堅尼島 出現過多少次 核寒冬 就是下山樹 其實那些核的灰燃物 以至當地人患癌症的死亡率 保證你們會重新review 回整件事 老實說最恐怖的 我不覺得是刺耳諾貝爾電廠 更恐怖是比堅尼島 因為現在出事的大家都說 刺耳諾貝爾電廠 沒有人是比堅尼島 這件事更恐怖 老美當然是不提自己的事 既然是他做的 一樣 回到下一集 如果我們再討論下去 今集就會全部講完 有關這個核水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要講講 中大的前下長 金耀基教授 他是2002年到2004年的下長 他是一位在台灣生長 以及一位我也很尊敬的學者 他就發表了一些言論 他就認為校董會的條例可以修改 但強調非常贊成院校自主 不是立法會議員不可以參與 而是不應該政府教院校怎麼做 他指在後港區國安法時期 後港區國安法 現在是後港區國安法嗎? 我不覺得 短短時間而已 香港已經基本上穩定 維持自由有秩序的地方 如果政治干預大學校長的任命 會成為世界性的醜聞 這樣說法 以及他們也提到 2019年反修例風波 形容事後香港的民主運動 已經成為國害式 港區港法的出現是不幸 台灣 美國 英國 其他地方 世界任何國家 都沒有國安法 原來是這樣 但如果沒有國安法 可能就更加不堪 更加不堪 你就知道 這個是不幸 那就是香港 不需要撥亂反正 並指香港 雖無民主 但法治無死 就是因為法治無死 我才說我的看法 所以我們才要追究斷從子 就是這樣 這個是我個人個人非常強烈的觀點 A君 交給你 金耀基的訪問 A君看了幾份報紙 兩張 A君經常看那份信得過的報紙 當然了 金耀基 當然是一個學者 75年的時候 提出了行政吸納政治 這件事 這個就不提了 因為他自己都覺得 已經過了那個時間 這次我就focus回金耀基所說 關於近期的一些事件 過去十年來的大型社會運動 他竟然說 2014年佔領運動 沒有大錯 民主化一定有人這樣做 民主化 第一 我不認為這個是民主化 第二 我不認為一定 第三 我更加不接受 這樣的違法的做法 還有 現在還跟我說 2014佔領運動 竟然看不出 是跟2019年的黑暴是有關係的話 那個人的判斷力 我認為是極度有問題 現在我想要隨其中一個正常人去想 都應該會知道 2014年那個是不成功 甚至乎只是一個rehearsal 2019年才來了 2014年A軍都有去六四集會 那時候已經說是25周年 不過做不到什麼出來 2019年那時候是說明30周年 然後有幫人要把這個六四事件搬回來香島 你作為一個學者你竟然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還是假看不到 好了 接著他就說 2019年有人提出香島獨立的問題 令到複雜化 觸碰到中國的民族主義紅線 阿金耀基教授 我不認為這個叫做民族主義 搞清楚這個是主權問題 不是民族主義來的 麻煩注意一下修詞教授 好了 接著他就說 在一個原則前提下 香島甚至乎彎彎的民主化發展都站得住腳 他解釋就說民退黨 雖然將彎彎獨立寫入黨綱 但是總統Ingles Choi 就從未提到彎彎共和國 而是說中華民國台灣 金耀基竟然形容這種做法 是相當有智慧的 我看完真的呆了 這種骨子裡是台獨的人 改過包裝 不說彎彎共和國 說說中華民國台灣 這些叫做有智慧 阿金教授 我開始懷疑你腦部的運作是不是正常 我完全不會認同這一幫是有智慧 我更加不會說2014年沒有大錯 更加不會認同你所謂民主化一定會有人敢做 我完全不認同你所講的這幾個項目 至於往後的 接著他就提到了 對段崇智的大肆攻擊 他就說你這樣搞 會變成世界醜聞 人家會覺得 學政治干預學術 連大學校長都要隔走 後降溫法年代更加不應這樣做 首先一件事 你是一個學者 你是應該求真 人家覺得 而如果事實不是這樣的 你作為一個學者 你更加要向公眾澄清事實 不是人家覺得就不做 如果你作為一個學者 人家覺得就不做的話 我會對你好失望 好了 另外他就說 當然要補飛 中大的董事會主席 現在承認被架空 然後就說要修例了 然後也說自主 未必是不讓立法會議員參與的 這個就是補飛這樣說 因為其實查日昭 本身他都是教授 他作為一個校董會主席 他說被架空 現在連金耀基都不敢拆 但是剛才他也說 怕著成為世界醜聞 我看不出有什麼世界醜聞 還有你說干預學術 哪一份干預學術 你講個例子出來 你說政治干預學術 這個是很嚴重的指控 如果你是空口說白話的 我覺得你要向政府道歉 麻煩 交給大家 是不是要向政府道歉呢 一件事慢慢再和大家談 Sky有什麼看法 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都是結帥 因為不分青紅造白 出來互斷 就說我們政治打壓 說真的 我們碰過這位姓段的人 一條門 我們人都見不到 怎麼打壓他呢 你說到我們很迫害他 其實不知道誰是雲規 你看清楚事實上哪一個 首先扮演了不對的規矩 趙見來可以不見的嗎 這些東西不用交代的嗎 其實你說學術干預 我也很想說 你知不知道ICAC 中介其中一個大樓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你說的東西 你在這裏不不不斷 我也覺得你是在干預ICAC 和警方執法的自由 這個合不合你 你不是在干預 大哥 一件事是在查 我們在查 我們拿到手令去查 雖然我們未查到 全部你的東西 未公佈出來 不代表 你一定沒有運法 你現在這個時期 你現在是玻璃身 我看到 什麼 不容易碎 隨時有些資料 一旦出來 就玩完了 你還在幫忙的話 你都是同謀 我看到最厲害的 就是CY不停說 就是說頂他不順 最離譜就是 他說 往事就已經過去了 段崇智現在的表現是不錯的 就算段崇智曾經對警察做過一些批評 但試過境遷 應該讓他過去 我看完這些說話 試過境遷讓他過去 那怎麼樣 不用處理的 如果任何人做一番大事 那幾年之後 試過境遷 任他過去 那眾情世界 是不是不用抓 全部人都試過境遷 全部我們都是要追究的 所以你說 讓他過去警察 絕對不會放過 其實這麼多年 我講過世界警察協會 都不停去信 要他解釋 或者出來 跟公眾說 當日 你所說的 非事實根據的指控 你是應該向我們道歉的 你沒有 其次 現在發生這麼多事 你只是債安寺議 甚至 有些人給了很高的名銜 你 突然間 有人走出來 我認為是 為什麼不看香港的事實 就亂說 怎麼這麼肯定 段崇子 兩公 economically 很厲害 是我 Barack 大哥 她想問 段崇子 是你的太太也會做 這個公眾還不知道 校董不知道的 政府更加不知道的 政府是有撥款資助你的 除非你想將中大私有化 你就不要讓我們香港所有市民 去成交你們的大學 叫做教學的 但是你沒有做到這件事 你教了暴大出來 我們給你錢 教一些暴徒出來 你有沒有教 說來說去都不合理 而且你經常都講到 怎麼政治打壓迫害 現在我們有把中大的東西收了嗎? 沒有了 有了段崇智 沒有了 請他 他都沒有來的 你不如跟他說 你勸一下他 既然你覺得他這麼好人 這麼清白 不如就走出來跟大家說 不要理會在河邊 找你們這些人出來 幫他洗白 有什麼意思呢?沒用 我越講得多就越懷疑 這麼簡單 最後我都很想說一件事 不要再干預ICAC和警察在下中界的所有行動 麻煩這些是合情合理合 你說的是 謀論也是 我還說是違法 交給大家 A君 你有話想說 你先說 你先說 因為金耀基教授 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很喜歡拜讀他有關的書 大學之理念 中國文本的思想史 《現代人的夢藝》 《從傳統到現代》 這本是大學的時候必讀的書 那時候對民主呢 我是很有期盼的 大家知道 當年六四的時候 我們都受到誤導的 這是一個絕對百分之八的事實 我們也看到 今次金耀基教授 說這些說話 首先第一件事 你說那個人 是不是好人 跟他有沒有違法 是兩回事 我首先去說 在大學的條例裡面 如果他 是一個 就是所有的法律 你是那個管理人的話 裡面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都是跟你有關的 而且那時候 是發生一些違法的事 這個不是政治的問題 這個是司法 法律的問題 你當時在延長 你是負責 那個處所裡面的 所有的問題 但是你知情不報 你知情不報 那個時候 你說你會寫一份報告 給立法會 但是你沒有給到立法會 在法律程序上高 或者 在司法程序上高 你已經是 違反了你作為 那個處所的 負責人的一個 最重要的 一個職位 你的職能 如果你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你裡面 那麼多人 那麼多所謂的學生 或者外來人 判了刑 犯了法 你是負上什麼責任 這是在法律上高 事實上 另外一樣 你作為一個 所謂的校長 你 是不是要以身作質 你要守法之餘 你和 金耀基教授 有說到 什麼叫做全人的教育 全人的教育 就是 是其事 非其非 用客觀的事實 去證明 那件事 對與錯 是不是 這個是必須的 什麼叫做全人呢 就是 你不是以學科為主 你是要培養一個人 想試問 你作為一個校長 我們 是不是對他的要求的品格 相對來說 要高 但是 在這麼久的處理過程上 我未見過 段崇志 出來 說一聲 sorry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是當沒事發生 試問 這樣的人 怎樣可以擔任一校之長 沒有承擔 沒有責任 做了錯事 不認 你太太 在 中大內部的任職 雖然有人說 是前任校長 負責的 沈祖堯負責的 和你無關 但是 很奇怪 這些是不是要作出一個申報呢 如果是的 還有 你在整個的流程上 包括 在校徽的事件上 你完全沒有知會過 校董會裏面的任何人 你是沒有依法去行事 沒有去做到 相關你作為一個校長 應該要做的工作 這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 我們也收到一封的名訊 在名訊裏面 也有一位 中大當初在裏面做事的 就是人事 就說 有一位 副校長 我是知道哪位 我講了一集節目 和趙教授 那個人事 那時候是明知道這件事發生的 去查過 那你作為一校之長的段崇智 你有沒有去查清楚這件事 還是 因為你自己 是一個沒有網管 是一個法外之地 我們現在說法 如果你說香港有法治 我真是很想問一句 中大是不是化外之地 如果是化外之地 那你真的不需要用公帑 還有那個化外之地 香港不用要 就是我們要守衛我們的法治 所以才覺得需要嚴查段崇智 所以要他很清楚交代 究竟那件事是怎樣 你說這件事 是他政治正確不正確 老老實實說 我真是懷疑他 可能是和美國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那大家知道 港美中心那件事是怎樣的 老美急急腳地撤來 賣光 在南區的樓盤 撤出香港 人數大減 那些是什麼人來的 香港需要三千人嗎 是不需要的 港美中心急急腳 這樣就沒有了 你受到很多NGO的交代 你這些事情 你有沒有出來說 有什麼問題 金耀基教授 我是尊重你的 因為我看過你的著作 我也拜讀過你的著作 但是 現在的世代的事情 和當年是不同的 當年我們拿到的資訊 相對來說 是真的比較慢 和遲的 如果金耀基教授 你是真的 想了解整件事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很樂意 告訴你 我們不是追擊段崇智 我是要他附上他自己應有的 一個學校管理人身份的責任 這件事是要檢查的 更加黃論 他多次避植 借病 他說 我現在不來 大家看到他前幾天 都可以和葉劉淑儀 一起說中大的成果 我的謊言成果是怎樣 那你那天有多大件事呢 每次都是派代理校長過來 或者副校長過來 你覺得是尊重法治嗎 你這些情況 我想請金耀基教授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一切都是用過你去說的 有你就走遍天下 都可以的了 你沒有理 你只是在這裡說 說他是好人 你是法官 你判他是好人 你有沒有經過司法的程序 我們現在不是連司法的程序 都不可以走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不知道合不合你 郡嘉賓你 首先有幾件事 我很想金耀基回答 你說政治干預學術 我看不到干預學術 你最多說學院 我們有哪一件事干預過學術 有沒有影響過你們做任何 research 影響到你們做的 research 才叫做干預學術 大哥 你最多說是干預學院運作 是不是 搞清楚修辭沒有 還有是沒有干預的 為什麼 因為根本從頭到尾 法例上都是有這樣的權利給我們 甚至乎根本就是 特首是要appoint的人等下去 校董會那裡 因為一向都是學院 要向特首appoint的 校董 accountable 這些不是干預 是一向都有的 至於這個也不是政治 而是政府需要更加多的參與 或者是說最正確的說 是重組校董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你竟然可以將重組校董會 變成政治干預學術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政治干預學術 如果和其他學校看齊叫做干預嗎 好了 這個也不是政治 這個是一個撥亂反正化 去和其他和其他學院看齊 如果政治干預學術三個用詞 三個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麻煩你注意一下修詞 阿金教授 好了 至於 他們怎麼形容段崇智 他說段崇智現在表現不錯 現在試過的境遷 段崇智現在表現不錯 那為什麼 查日超會說自己在校董會被架空 那改校徽事件 為什麼會搞到一塌糊塗 這樣叫做表現不錯 我看不出 還有我一萬步講 真是表現不錯 有沒有看無間道 你現在做好人就可以 好像日良朝偉所說 跟官講 好了 接著 柱段崇智曾對 警察作過一些批評 但試過境遷 讓他過去 什麼叫做試過境遷 你說試過境遷 又試過境遷 你問過那些被屈的警察沒有 你不是當事人 你竟然代替當事人說試過境遷 你都幾大支 哦 當事人未說試過境遷 你無權代他講 金教授 好了 讓他過去 未試過境遷 怎樣讓他過去 雷飛 正面回答他當日的判斷錯誤 過誤地屈了警員 那我們 或者 可以叫警方接受 但是你一天 未曾承認自己當日的錯誤 那又不是試過境遷 你未承認過的 就不是試過境遷 就算他承認過 我都要問警方 是不是接納他的道歉 如果警方不接納他 我都沒有權力跟警方說試過境遷 麻煩啊 金教授 你是教授 來的 故短不要這麼明顯 有一件事 其實我們要去思考 金耀基教授 88歲 為何會說這番話 有沒有人引導他去說 這件事 我們要去討論一件事 不是大不大了 而是有人想借某些前校長 或者人士的口 去說出一些言論 是 這個絕對是 你一位88歲的老人家 無論你學術的能力多強都好 你始終去看一件事 是沒有這麼清晰的 我不是幫金耀基洗白 老老實實說 我覺得 有些事情 裡面是 水很深 水很深 這件事 我們追究到底 我覺得 金耀基教授 你也要收回你的言論 這個是必須的 因為 你根本不明白 整件事是怎樣 但是 大家不要把焦點搞錯 焦點就是段崇智 你是要面對問題 以及這個問題 必須要解決的 是不是?Sky 是 因為 我也很想說 大家都記得 哪一間大學 是會有個校長 當日在2019年 出門口 阻止警察入內執法 甚至乎跟警察說 警察不可以入校域執法 這件事令我 沒有辦法不覺得 你非常出門 因為我們其他大學 有不少的問題 當日大家看到 就是間間校 都配合 也都不讓我們進去 唯獨就是你衝出來 還要跟警察理論 說我們不應該進去 我想問 當日這件事 其他人是沒有發生的 為什麼 是唯獨 你不讓警察進去執法 而另外 人家又會覺得 過了去就算了 但是 我很想直接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絕對不可以 過了去就算了 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 全香港所有地方 警察都有執法 只要有人執法 我們就要執法 不要說哪裏有什麼特殊的 權力 除非你進去領事館 裡面 領事館我看不到 但是當日 全香港人都看到 這件事也有報 數字也有圖文並茂的 如果你都看不到 或者背後的人 想你這樣講 我都是善你 因為說出這些話 被人聽到比較無知 就是很多事情 算了 過了去 這件事是完全不能說的 在法律面前 沒有人可以算過得去 就是說 那八個中緝犯 李家超特首說 終身追究 為什麼 沒得過了去就算了 如果所有都過了去就算了 這個世界是絕對沒有法治 全部我們就管完了 是吧 這件事我 很深刻的看法 告訴大家 是啊 沒錯 我覺得是要找回真相出來 這個真相 我們現在的判斷 喂 審過才知道 是不是 沒錯 沒錯 還有 剛才阿sir就說 就說 要找一些有含金量的人 去說話 就是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豉油 亞洲那些 就立刻 封了金耀基 那個訪問 當然了 真是很快的 好了 最後 既然金耀基 你竟然說得出 是這個政治干預學術 那我又回敬你一句 你不要前校長干預廉基 對 沒錯 這個絕對同意 我們今天暫時談到這裡 因為時間差不多 本來要和大家談談夜市 我們決定一周大使 保衛的節目 先和大家說一下 香港夜市的問題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A君和Sky 記得支持港理台 和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